嗨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柳哥游戏时候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这场中日队抗赛高手队局来对日本的拉基亚的手类啊对战小孩的宫类小孩这边的话是上了伊丽莎白手底啊 他把克隆放在的中间用库拉打手法他把八神换下去换上伊丽莎白了 拉基亚也用科他用克隆手底啊用牙刀坐中间 双方手法都是选择两个非常养眼的小姐姐啊 珍妮特对战库拉库拉下面在下盘被拉基亚偷到了这套连段之后小孩不到两个的体力了起身一眼森龙哇这个雀反 真的敢熬啊 雀反中一眼森龙 木槿强的资源不够啊但是还有机会还有30秒不要着急 小条中拳抢逃一个C头还有机会吗小孩 我觉得这把小孩能赢 这你特哎呀重拳抢到马上确认就溜裙子小孩把克隆放在了中间了在上一避过程当中他是把克隆放在手底的继续来看一下克隆怎么打 隆尼特啊 哎呦 带一气超比扎 武器克隆来了来看拉基亚的武器恶龙有没有机会吧 爽生龙带一切 小孩胜龙打缺帆 抢后胜龙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感觉小孩这里在放水了吧 好了小孩的首帝是伊蒂沙白 伊蒂沙白来打克龙 小条中的压力向不成功 小孩手上有三气 我估计小孩这把小孩玩一个点点超杀了 他准备啊来打一个一条三 来看一下拉基亚科隆对待小孩的伊蒂沙白 你留三个屁股的两个屁股就行了呀 你留那么多干嘛 哇 哇 这里要反僧楼带大招了 一加二 伊蒂沙白又没有了吗 踩一下 再踩一下 小孩伊蒂沙白又贵了吗 他要玩火吗 能不能四十八号下台两点带暴戏里确然直接接一键穿信他玩了一个一键穿信漂亮 aron 玩具 带 门